大家一位是哲偉喔 谢谢新主席 新主席提案喔 好 我就延续佑博刚才介绍水宝局 到以后是要叫什么 就是现在还是水宝局的这个影像平台 那其实影像平台上面还蛮多任务啦 例如说有照片可是不晓得在哪边 或者这个照片标错位置等等的 其实还蛮欢迎大家来帮忙找 那我这边想延续这个影像的议题是说 除了水宝局这个影像平台之外 例如说wikimedia或者是文化部的国家文化记忆库 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灾害相关的影像 例如说画面上这个1964年的白河地震 然后像山坡地区的一些灾情等等 那我现在觉得都还算是以CT授权为主 那在各个平台里面它大概没有像水宝局比较强调有地理空间的资讯 所以他们是没有经纬度的 所以有可能会衍生出这些资料 有没有可能也可以同步到水宝局的平台 我们帮他标记 那例如说 虽然我们现在也其实蛮常会在社群媒里分享一些灾害的现况 例如这张是2021年 有一个朋友他在群众标注平台上面贴的一张可能积水的照片 再过十年他也就会变成历史影像 那这时候怎么样一起汇整到水宝局这个看起来是蛮宏远的这个宏大的愿景的平台一起汇整 所以我们这个专案提案想要针对的是先找到其他有这些灾害影像存在机会的平台 所以我们就有开一个表单去搜集例如说这个比较近代这个群众标注 甚至到比较早期在日日时期的写证书 这个总统府出的一些灾害影像 这些当然他有一些已经是过了CC的时间 应该进入到CC0的时代 或者说有一些授权还不确定 这个都可以再去确认 那包含像台大的这个其他的部门 甚至国家电影资料馆里面也有动态的影像 去记录某一次的风灾地震 所以这一部分呢会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去 看一看他有没有明确的授权 因为有其实还蛮多资料库比较早期建置 所以授权还不是很明确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试着用批次的方式 去汇整到水宝局的平台 然后因为水宝局的平台可以让地图去标位置 因为其他的平台比较不强调精维度 那这个时候整合上就比较困难 那我再延伸一下 那之前我也跟其他朋友有在做的是 在真实影像技术出现之前 我们的先名是怎么记录这些灾害 可能是用地名 可能是用传说 可能是用这个历史地图 甚至是一个纪念碑 那这些东西我们也会想要去收整 所以在这个网站上你也可以找到 我目前大概收整这些的类别 那各自当然 这条数量没有那么多 不过尽量在台湾如果找得到 例如说921地震的这个纪念园区 或者某一个疫情的这个纪念碑等等 都把它资料化 所以对这两个议题 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一起参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演奏重要的事情